我們來這邊跟大家介紹這個字幕產車軟體 那有兩個 我剛開始是用這一套 他們兩個技術最後都回到哪裡? Google語音辨識 但是呢,差別在說我怎麼樣把那個 以聲音的部分送出去的問題而已 那我後來都是用這個比較多 因為它可以調整參數 那為什麼要調整參數? 因為每個人講話的方式會有不同 比如說我有時候我講話,我可能停頓的時間比較短 有的人是他一口氣都可以講很長 對不對?每個人的那個模式不一樣 老師有沒有用過語音助理? 不管你用Siri或Google的 現在是不是都有語音助理? 都有 你覺得準確率高不高? 口語化的應該沒什麼問題 專有名詞就不一定 但是口語化的都OK 我就直接用第二個 好不好?就這個 點兩下打開 這個都不用安裝喔 都不用安裝 有沒有看到一個執行檔? 底下 那我後來會用第二個 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因為他可以批次 所以如果說我可能 像我們早上這樣上課 我不是會產生很多段影片嗎? 對不對? 可是有時候我可能沒有辦法 每一段影片都馬上產生字幕啊 我就可以用批次了 就可以用批次了 那您看一下 我剛剛來這邊 點兩下這個綠色的 我就執行 就在這裡 好,執行了之後 我只要把我的影片丟過來就好了 你看我有第七個 第八個 第九個 對不對? 這兩個還沒有 如果我是兩個 我就可以這樣一起丟過來 有沒有? 丟過來 他接受的是MP4或MP3 各位老師請問 有沒有一定要是影片? 沒有 因為我們只是要產生字幕啊 你沒有影片也是很正常的啊 老師 年輕的時候 有沒有當過會議紀錄? 原來是比較菜的時候嗎? 會議紀錄有沒有很麻煩? 你要邊聽邊寫邊聽邊寫 所以我也可以用這種方式 假設你用錄音筆錄下來 也可以用 不過我們一般來說 如果你離那個麥克風太遠 也就是聲音太小聲 通常辨識效果就差 所以我會比較建議老師 用在像我們這種教學上 因為你大部分 我離麥克風的距離是比較固定 這樣收音的效果比較好 的話 這個辨識出來的效果也會比較OK 好,我就丟進去就放了 就按執行就好了 我先丟一個就好了 給老師稍微看一下 我丟這個第八個 好,丟進來 按下去之後 它就開始這樣的畫面 它開始怎麼樣? 幫我把影片裡面的聲音擷取出來 那擷取出來之後呢 它會再送去Google 做語音辨識 因為目前Google的語音辨識 它並不支援你整段丟進去的 老實講不是它不支援 是因為那個要收錢 所以呢 這個寫層次的人 他就另外一個繞一下路 就是幫我們把聲音 依據你固定的時間長短 比如說它每3秒鐘或4秒鐘 5秒鐘 我就截取一段 就把它丟到上面去 有沒有 這樣丟上去 它辨識完了 我就收起來 好,你看 它已經辨識完成了喔 這裡 你會發現在我的 同一個資料夾裡面 我剛剛丟的是第八個 老師有沒有注意到 我旁邊多了一個東西跑出來了 有沒有看到副檔名叫SRT 那麼其實它也可以產生 就是如果你覺得 我所要產生的只是文字檔 我們可以在下面這邊 指定為TST 有看到嗎 你可以直接就是文字就好了 那為什麼我們要SRT 是因為我們要搭配影片 SRT裡面 它會顯示 來,我們看一下這裡 在簡報的部分有 好像是在簡報第五頁還是第六頁裡面 這裡 應該是第八頁 自動產生字幕有沒有 那 我看一下 應該是 這個 右下角這個 這一篇裡面 我就有稍微 把那個 還是 上面這個 結果有點忘記了 我有抓那個畫面給你們看一下 好,來,在這裡 SRT的 就是長得像這樣 有沒有 這一段字幕從什麼時候開始到什麼時候結束 它只是多這個出來而已 如果你存文字就是只有下面這一段 就只有下面這一段 好 那 既然這樣有了 其實呢 我的字幕產生好了 我就可以丟到這裡面去 那我把這個 我的第八段 第九段 我先丟到雲端上 這個時候呢 這個時候呢 我通常也會把字幕檔就丟 一起丟上去 我會把它一起丟上來 你要不要放在同一個目錄 我通常會放在不同目錄 因為這樣比較不會太亂 所以我通常會像這樣 好,點到它 你看從第八段 雲端硬碟也可以 好 然後呢 YouTube也可以喔 所以我只要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叫管理字幕軌的功能 它就支援你直接放進去 當然如果您是用像什麼 微地導演 它也都支援這種字幕檔 因為這個都是標準的 剛剛有老師有問到一個問題 請問 它 產生的這個 SRD檔案 能不能編輯 它就是純文字而已 對 它真的就是純文字 只是 你用文字檔編輯很辛苦啦 為什麼 來我們打開給你看一下 所以我們一般會有那個 這樣有看到的嗎 對不對 我們一般的話呢 其實會有什麼 會有那個字幕編輯的軟體 因為它除了讓你看到你的字幕以外 順便讓你看到這一段時間的影片 這樣你是不是在對的時候比較容易對 這個是 你用純文字編輯的時候做不到的 甚至它可以切斷 所以做調整會比較方便一點 這樣OK嗎 所以如果說你有需要 因為它有可能會 會怎麼樣 辨識錯嘛 那你就可以做修改 好你看我在這邊 我就新增字幕鬼 把它放上來 因為 你從這裡上傳也可以 只是這種方式上傳 它會放在雲端點的根目錄 這樣會比較亂 所以我後來調整一下我的方法 我都是 直接 傳到雲端點 直接去選它就好 好 這樣選好之後呢 您要告訴它 這是哪一國語言 好 選對了 上傳 這樣就OK了 但是雲端一點也有個小缺點 它並沒有辦法 在線上就直接去修改這個字幕的內容 你只能指定說是哪個檔案而已 可是如果是YouTuber 它可以在上面直接編輯 這個是不一樣的地方 好 那您看 這樣子就有了 那因為我這段影片還沒有產生 預覽 所以我先看另外一段 點兩下 這段我好像還沒有上傳 我早上的 點開 如果你有字幕的話呢 它跟YouTube影片一樣 在下面這裡 就有字幕的那個開關 您就可以自行決定 老師下面是不是就有看到這個 就跟我們YouTube影片一模一樣 所以您可以從這邊 直接去 就是 看到它加上字幕之後的效果 OK 那我們呢 再開始正式使用那 所以老師這樣子對加字幕有沒有問題 沒有對不對 所以其實還蠻好用的 那 既然講到這個 我就順便問一下老師 請問老師 打字速度快 是嗎 這樣會很尷尬嗎 哈哈哈哈 因為 其實很多老師用行動裝置 有沒有都用語音輸入 沒有喔 您現在還用寫的喔 這樣很累耶 哈哈哈哈 用打的即使 你用注音很快 總是要點時間嘛 那其實 我們在簡報這一頁 我特別提到這一塊的 就是說 其實老師如果有一些您的教材 在所謂的 剛開始的階段 也就是 你不是要用像簡報啦 或的啦 去做所謂排版的時候 你是不是會有一些文字的資料 你要用書寫的 是一種方式 用註音打是一種方式 但是相對來說 我相信這個都比較花時間 當然 如果您覺得寫的速度快 其實是OK啦 只是問題是寫了之後 是不是還要再打一次 或者要做掃描嗎 還做辨識 那如果能夠你邊講 他就記錄下來 是不是效果會比較好 所以說呢 我們在這個 雲端硬碟上 Google呢其實就有一個功能啊 在這邊 有沒有Google文件 Google簡報也有這個功能 但是這個是很早之前就有的喔 並不是現在就有的喔 來你看 我加上這個Google文件 OK 你看 進到這邊來 我們的上面工具這裡 老師有看到語音輸入了嗎 對不對 底下 所以你把它按下去 語音輸入就出來了 那麼這個 按下去之後 它要允許 所以老師 我們用這種方式 來幫助大家 建立教材的初步結構 有沒有覺得 這樣比你用打字快一點 還是你覺得 現在 慢慢打也是一種慢活 這樣還算正確吧 可是在上面有少一個東西 叫做標點符號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覺得 我這樣子還要用的話 你可以打開一個工具 如果以 雲端板的來講 我這個先停掉喔 欸 哈哈 有沒有還是會有一些錯 對 尤其是網路速度比較慢的時候 那你可以打開一個地方 你看 在助音這邊打開 有沒有一個手寫的 這個時候呢 在下面留意工具 這裡 有看到標點符號了 你可以在需要的地方 方式 因為這裡是全型的標點 用這樣點的是一種方法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 還是 沒有很OK 有沒有其他方式 有啊 把你們家這個拿出來 哈哈 欸 老師不要忘記了 Google文件 可不可以多人編輯 可以對不對 同一個人可不可以編輯同一個文件 可以 從不同裝置上就可以 因為我行動裝置上 也有其他的輸入法可以用啊 好 那 你看我在這裡 來 你看 我現在呢 我已經進來了 所以如果 我在這邊 我現在呢 到下面來 我也可以 在這裡 透過我的行動裝置 直接輸入 就可以了 因為 如果我需要 標點符號 可以等一下 我看一下喔 哈哈 有出來了有沒有 這邊比較慢一點 我們再看一下 我在這邊的話 我可以用手寫的 再把標點符號加進去 這樣有看到我加進去的標點符號了嗎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你的手機不能拿來做這件事情 它也是麥克風啊 有沒有老愛老師的手機麥克風功能不能用的 那一支手機我幫你回收一下 哈哈哈哈 也很好用啊 那我手機上用的 就是那個Google 有一個叫 Gboard的輸入法 當然 您用那個什麼 語音助理其實也可以啦 只是一般我們 語音助理通常是用在什麼 單據的命令 所以它比較不適合 就是長串的字 因為你講完它就馬上幫你做動作啦 對不對 比如說你說請打開地圖 導航到哪裡 你講完它馬上就動作了 但是呢 我們如果說 你選擇適當的輸入法 那我就可以也是用語音輸入 不一定要在我的線上 用這個Google的內建的這一個 所以我們這邊呢 順便跟老師稍微介紹一下 這樣子呢 可能你以後 在做這些教材的時候 是不是選擇又更多一點 因為說真的 以前打字真的比較浪費時間 尤其是如果說你打字速度 不是比較快的時候 你會覺得 我就是要花一些時間 去做這些疼打的動作 比較麻煩 那現在語音輸入 真的 就是它的辨識率還算蠻不錯的 OK 好 這個是跟老師稍微分享一下的